Eason前天过来打卡的猪扒面 我们也过来吃了 What's up 宝贝们 今天我们在香港做一天的特种拼 跟着评论区的粉丝推荐 人均200块 看看在香港能吃到些什么 公平 公正 公开 有一句假话里面报到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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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去哪 我们不是去吃吗 哦 对 搞错了 Eason前天过来打卡的猪扒面 我们也过来吃了 你们有见过吗 见过三个 见过两次啊 你们每天来吗 这一家饼制茶道 陈奕迅同款是哪个 哪个 那就这个 直接点陈奕迅同款 嗯 点他还行 这个是猪扒面加汁蛋 加了一个荷包蛋 我们点了陈奕迅同款的套餐 解说一下 我帮他吃了 哦 它是黑椒猪排 然后煎完之后 留着汤汁泡在汤里面 哦 这个还真的蛮好吃的 怪不得 Eason嘴巴不会错的 还挺好吃的 嗯 这个是香港很流行的三明治 我们点了就汁袋里面配了牛肉 一小口一小口 很一般啊 很一般 哈哈哈 就是要把这个面包烤得很焦 然后就焦的程度是很厚的 这是陈奕迅吗 Eason 然后这个签名肯定是陈奕迅 他第二年就来过了 来我们同款鬼话活 一模一样 好 我们第一顿小费116 Eason的品味也是不错 对不对 我们第二家就本次推荐的这个Bakehouse蛋挞 查理一下是说全香港最好吃的蛋挞 这个蛋挞感觉跟普通蛋挞是有点不一样的 63块5毛7 它的蛋挞真的不一样 就感觉好像要焦一点了 好 趁热我们吃 干杯 好 不能说它比普通的蛋挞好吃一点点吗 我只能说好吃两点点 它感觉就三个厚的 那个可德兹的蛋挞 有一点点焦糖的感觉 那个蛋的香味很醇厚 焦皮很香 下一家不是粉丝推荐 是我想吃 拿了米斯林的生煎包 好 36块钱 4个生煎包 一小口 哦 好害怕啊 真的你这么开 嗯 小羊生煎吃过吗 来呀 吃过啊 没什么大区别 哈哈哈哈 不用来香港 不用来香港 推荐 深水部四号口 立心海鲜猪肺汤 香港深水部站 我们来了 就连住 昨天晚上我们都住这附近啊 就说北北丑不丑匪 这么多明星过来打过卡的 这个不是河饭大王吗 就活不出30分钟来喝 对 活一些 你们加招牌 对的对的对的 到你们来吃是正宗的肠粉 就这个肠粉我感觉跟我们以前 吃的肠粉不是一个东西 我们以前吃的肠粉那个皮是 就是要么很Q 要么就是很厚 它这个是又顺又薄 然后又又成的了形 好 哇是这样的 猪肺汤 这个就是猪肺汤 就先喝汤喝完之后 在这里面的肉 真的是猪肺做的 杏仁猪肺汤 这碗汤是238 它是真的吃得到杏仁的香味在里面 第一口进去的很顺滑 哇 很舒服 好吃料的感觉真的很好 尝尝它的肺 像吃油豆腐的感觉 肯定是猪内脏味道 还是吃得到内脏的一些味道 但比起汤的话 很一般的 验银子网有吗 有啊 88块钱一个 一个那我们来两个 它不是要那个 会火吗有火吗 哦 怪不得 有本事有推荐 这么贵的东西 我们必须来一小口 那个蒜 不是煮点粥的 葱姜蒜爆的 然后整个就很鲜很Q 哦 挺好吃的 那贵又吃不饱 量又少 就肯定好吃 一游为尽 现在我可以肯定了啊 这个粉丝肯定不是里面的员工 推荐也不错啊 18块钱一碗的饭 513 换菜成人民币的话是470 直接把我们的月酸全部干 34块钱一碗的狗仔粉 好 这么多明星打过卡 有陈奕迅 任达华 16到19年的 22年 6年的米其林啊 就这么一碗粉 我感觉像榨菜 粗粉 然后那个油渣 首先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就是已经做到可复制了 味道呢 就是那种工业鲜 我觉得是方便便的鲜 对 就是工业� 配了榨菜 这个榨菜有一点点甜 而且这个甜 我觉得有点像糖精的甜 吃完饭 我们吃一点甜品 下一家是开了二十几年的牛奶铺 第一份是双皮奶 他们家招牌38块钱 哦 奶皮 没有奶皮 没有奶皮的双皮奶 都是耍流氓 来 怎么样 用牛奶 就存牛奶的味道 我来尝一下这个双皮奶 赶了这么远过来 吃这个 怎么跟我以前吃的又是不一样的 我的天哪 我感觉我以前白活了 酸奶形状的鲜奶 这个怎么这么神奇 这就是牛奶的味道很重很重很厚 很厚重的牛奶的味道 我的天好吃好吃 这个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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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特种丁倒下了 不管怎么样 还要把粉丝推荐来 滑解清汤蓝粉 来了 9个米斯林 看一下外面排位 看看到底有没有 吹的这么好吃 63亿一碗 真的不便宜 尝一尝 出来 跟越南河粉差在少了那些香料 它很淡 但是它的牛腩是比较入味的 比较咸 主要今天太冷了 又太饿了 做特种兵真的不容易 浅太浅珍惜 好了 那今天特种兵香港战结束了 下一期大家想看哪一个城市 评论区告诉我 记得帮北北点点赞 这对我们之后创作也是最好动力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一句假话 里面报到 对不起啊 今天是爆掉了 所以我们最后里面见 嘿嘿